我是歌手第三季刚刚落下帷幕 孙男退赛的风波还未平息 昨晚我是歌手总导演洪涛 一条微博再次激起千层浪 在电视上一向和蔼可亲的洪涛 在微博中以严厉口吻称 你不换歌我们换人 而今日微博实名认证用户星巴皮爆料称 因洪涛怒斥的歌手为邓紫棋 并爆料湖南卫视决定正式封杀孙男 由于本周五晚我是歌手将举办双年巅峰会 去年和今年两季的部分歌手将重返舞台上演巅峰对决 不少网友揣测洪涛此条微博的吐槽对象 是本周将登台表演的某位歌手 而后某知名爆料博主在微博进行了分析 称某位被节目跑红的歌手不配合节目 坚持唱自己的新歌 更大胆揣测是去年的某位 根据之前公布的阵容 韩磊 张杰 邓紫棋 曹格和周比唱 将代表第二季歌手返场 不少网友揣测是耍大牌传闻不断的邓紫棋 再次中招 不过也有粉丝表示 心疼邓紫棋万年躺枪